没关系没关系二 妖怪洗温泉 翻个来 有一天我和爷爷去温泉旅行 在旅馆里服务员为我们准备了晚餐 哎哎哎 摆了三人份的饭菜 奇怪啊 只有我和爷爷两个人啊 这时爷爷说 没关系没关系 晚上我躺在被窝里喘不上来气 热乎乎的风吹了过来 我睁开眼睛 看见妖怪站在整边笑 妖 妖 妖怪 我慌忙叫醒爷爷 哎啊 你现身了 没关系没关系 难得你现身一回 就请多待一会儿吧 我吓得直哆嗦 真让人烦啊 什么 饭 你肚子饿了呀 不是 肚子不饿呀 没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 你远道而来一定累了吧 我来给你按摩吧 爷爷请妖怪躺下来 哦 身体很僵硬啊 而且还冰凉 爷爷说 因为我是妖怪啊 妖怪有些怨恨的说 脚也揉一揉吧 来个特殊服务 不用 我没有脚 妖怪抽气着说 衣服都湿透了 对了 泡个温泉吧 身体会暖和起来的 爷爷说 不行 血液循环好了会出问题的 妖怪很为难 难得来温泉一趟 不泡多可惜 来吧 爷爷伸手拽起妖怪 进了温泉御池 妖怪有些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不用在意 这里是男女昏日 谁都可以进来 我也有些适应了 就对妖怪说 给你洗洗后背吧 那怎么行呢 妖怪的脸红了起来 从温泉里出来 我喝橘子汁 爷爷和妖怪喝起了啤酒 这种地方冰箱里的啤酒会很贵吧 妖怪有些担心 没关系 没关系 再给你点下酒的东西吃吧 慷慨大方的爷爷笑了起来 你也会想着贵不贵这种事啊 看来你也受过不少苦啊 来 再来一杯 爷爷又来劝酒 谢谢 心情舒畅多了 别谢别谢 你要是觉得与我合得来 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可以陪你说话 听着爷爷和妖怪的说话声 我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妖怪不见了 一定是回到那个世界去了 爷爷说 再也见不到他了吧 没关系 没关系 诶 你还想见到他吗 不 我怀着一种 既想见到 又不想见到的奇怪的心情 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妈妈端来了冰镇的凉茶 突然我想上厕所 我要去大便 这是因为回到家放轻松了 妈妈微笑着说 我一打开厕所的门 咦 啊 妖 妖 妖怪 昨天那个妖怪 竟然在座边上坐着 我叫爷爷 他 他 他跟来了 于是爷爷爷跑过来说道 是吗 跟来了 没关系 没关系 热闹一下 这也蛮不错的嘛 讲完了 咦 妖怪 咦 妖怪